有本应老夫携众俗亲敬侯爷 怎奈老夫上了年纪 腿足不变 还望侯爷包涵 叔父与侄儿 无需如此见外 侯爷是官 我等为民 还是按规矩好 免得传了出去 说陪侍欠缺家教 实之以礼呀 敬侯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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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荣归南陵 与我等同隐 实乃幸事一桩 但老夫听闻 侯爷为了一个女子 辞了官 岂不是将我陪侍荣耀 岂之不顾 朝堂之事 庶旨儿 不能向叔父严命 这又不是朝堂 有什么不能说的 那 此女子 又是何人呢 侯爷当真以为 沁康种种 传不到南陵吗 侯爷虽贵为见顶侯 但也是我陪侍子孙 一切言行 当以陪侍为先才对 小慈是我的婢女 自是裴府中的 外面那些风言风语 叔父无须解怀 这世人眼中 我裴侍最为光耀之人 非你父亲莫属 可他呢 老侯爷虽慰疾人臣 可终究还是走得早了些 当年若非众族亲多加赵王 贤侍如何能有今日之地位 贤侍肩上所载 实乃整个南陵陪侍啊 做事 许三思而后行 侯爷 那奴婢先退下了 裴老族长此言差矣 就算是一个城市 岳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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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魏某看老族长 是九居南陵 老眼昏花了 剑鼎侯承袭爵位 此不此官都是朝廷著使 你一介地方相身 按规制 该行叩拜之礼 剑鼎侯视您为族亲 免了礼也就罢了 你见了我也不败 有失礼说 你 我 我乃光明寺指挥使 官居三平 老族长伤了年纪 老眼昏花看不清楚了 你们也不懂礼书吗 剑鼎侯视大人 老族长这不懂礼书吗 心里有即可 不拘于行事 剑鼎侯视远 25元